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是我们每周日晚上实在漫谈的节目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舒时宁 现在就开始我们的节目 先介绍今天的四位主讲嘉宾 一位是来自台湾政治大学的李友谈教授 李教授 大家好 第二位是来自澳洲选拟科技大学的冯崇毅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同仁好 第三位是来自台湾 中央大学的曾建仁教授 主持人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四位是我们节目另外一个主持人 也是澳洲的中国民运人士张小刚老师 来小刚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 美国又击落第三支间谍气球 美国民意非常怯怒 对中国制裁 整个国际的盟友几乎整队 有的媒体在形容已经在战争边缘 同时中国武汉万人集会抗议 是不是白子革命发酵了 习近平他在内忧外患之下 他是不是也有他的恐惧跟忧愁 习近平如果学习蒋经国会有救吗 我们知道美国空军 昨天跟今天分别积落了 闯进北美上空的第二支 跟第三支的间谍气球 昨天是在阿拉斯加积落 今天是在加拿大积落 都是美国空军来执行的 今天这么多的间谍气球 美军有打 这支间谍气球 这支队伍 已经是闯入全球五大洲 不是只有北美 五大洲都有 美军也是呼吁各国 要联手一起来抗中 然后美国国会罕见 在前天以419票对0票迅速 就通过谴责中国侵犯 美国主权这个决议案 同时国会也非常抨击 拜登总统 说他没有早一点把气球击落 美国也立刻提出制裁 制裁了6家跟气球有关的 中国科技公司 就有媒体在形容 美中关系已经降到冰点了 甚至有讲说 美中已经在开战边缘了 这个开战战争现在闲上 美国民意会这么的愤怒 也是成为拜登总统的 一个很大的挑战 拜登不仅在他的国情咨文中 再一次的重申 抗中他的路线 而且在外交上 他也是不断的加强 跟盟友这些国家的军事结盟 像美国 日本 韩国 菲律宾 陆续都有展开军事合作 而且美国也加强 对东南亚国协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拜登总统就在他 他就自认为 其实他的执政这几年 他认为他在建构 民主国家联盟这一方面 是非常有成就的 他认为第一岛链的防线 比以前是更坚强 反观中国的习近平 自从俄乌战争以后 中国是一直很避免 跟俄罗斯有这种联手的行动 但最近似乎在这些国际的压力之下 他有新的状况 因为普京他宣布说 他已经邀请习近平访问莫斯科 而且还说 他背面就说 习近平已经同意了 这是俄罗斯说的 中国这边也倒是 也的确开始派遣 留学生到俄罗斯去留学 以前是向西方国家留学的 现在改到俄罗斯去留学 加上南北韩最近冲突也不少 所以这几个三次集权的国家 会不会进一步联手呢 等一下就要请几位专家 帮我们分析 那对习近平来说 除了在国际上 他面对这些不友善的美国 还有民主国家联盟 来势汹汹 其实他在对内部方面 我们相信他的日子 显然也不太好过 反面上他在二十大之后 已经对这个中共 这个中国共产党 他是全面可以掌控 但是民间的这些纠纷 还有这些不满 还是透过很多方式会宣泄出来 像白子革命 甚至被禁了武汉的聚集的抗议有万人 甚至要将美国有媒体就报道 他说华盛顿是认为 这几天闯进北美的这些间谍气球 他说习近平是不知情的 如果真的不知情 是不是表示习近平对军方的控制力 也出现松动呢 等一下也要请教各位专家看怎么看 另外中国目前民生经济可以说现在非常地低迷 位置大量都撤出 供应链也都转移了都转移了 去年以来的这个晶片展 就是把这个中国的科技产业 它少不流行打得落花流水 新方国家跟中国的拖沟 眼看也快要完成了 就有人说如果这个习近平这个内忧外患 那他想要挽救中国的这个回事的话 他应该学习台湾的前总统蒋经国 他走这个开始暴近开放 党境开放 他走政治改革开放的路线 说或许可以挽救这个中国垮台的命运 这个共产党垮台命运 就这一点也要请各位专家看大家怎么看 那我们先请这个第一位 先请这个李友坛教授来 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来李教授请 好非常谢谢 今天这个议题我非常有兴趣 来看中国出现的 有没有新品主动改革可能性 那么最主要是 这几天我透过谢金河他的说明 了解到春降 那个卵水 那个鸭先知 因为香港的股票 在几年的崩跌以后 最近香港的股票 可以说是大量翻盘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会不会是他们已经发现 中国可能在白纸革命 加上停止封控 停止清零以后 他们有没有可能 加速改革的步伐 那么这个加速改革步伐 是不是包括 或者政治改革可能性 在两会之后 那么就这一点来讲的话 其实我长期研究 第三波民主化 第三波民主化里面 他的民主的方式 总结为三种 就是康廷顿民主化理论大师 他总结了 1974年以后 新兴的民主国家 他在民主化过程中 有三种方式来进行民主改革 那么三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变革模式 也就是执政党主动改革 在开放全国性大选的时候 原有执政党取得胜选 就像台湾 从蒋经国的自由化 就在什么叫自由化 自由化就是在 威权体制之下压制的松绑 也就是威权体制 并没有开放政权 让人民来竞争 反对党来竞争 但是允许反对党阻挡 允许暴政开放 那么所以他可能没办法 达到民主化的这种境界 但是他是在威权体制下 适当的开放 让言论自由 思想自由 宗教自由 主党自由 办报纸的媒体自由 做适当的开放 然后到李登辉的时候 191992国会全面改选 到96年 总统直选台湾完成民主化 在李登辉任内 启动民主化到完成 都是李登辉任内完成的 这个叫做变革模式 也就是1996年 台湾第一次总统大选 代表国民党的李登辉 连战 在当时四组候选人里面 过半数当选 这叫变革模式 这种变革模式的民主化 它可以充分展现出来 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最和平 最宁静 那个动荡最少 也就是死亡人数非常低 那么第三波民主化 那个一个特征 就是死亡人数特别少 韩帝伦将一个国家 民主化过程 死亡300人以下 叫做和平的 那么这个过程中 台湾已经实现了 到现在 虽然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转型正义会进展比较慢 或者是很难进行 但它至少 如果我们说人命 是最至高无上的价值的话 那么台湾民主化 就是一个 这种转型正义过程中 虽然没有办法一步到位 但是民主转型过程 获得最大的一个成就 就是临近革命 那第二种模式呢 是所谓替换模式 替换模式呢 最显著的例子 就是菲律宾 艾奎诺当时在 艾奎诺先生 马可是 在当时主政的时候 他不知道 他已经 人民已经唾弃他 台湾大选 马上被人民推翻 所以菲律宾的民主化 比较动荡 走得比较久 叫做替换模式 就是第一次大选 反对党马上取得 国会的过半数 或者总统的多数 然后让这个 职员的执政党被推翻 叫做替换模式 第三种模式 最著名的就是 南非 那么南非呢 戴克拉克 作为 现任总统 愿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 第一次大选 担任 应邀 担任 曼德拉 那个总统的 副总统 获选人 那么当选以后呢 白人黑人 吸手 左民主化 就是职任党跟反对党 吸手 左民主化 叫做移转模式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 2017年 就已经提出来说 习近平 上任以后 用 抓贪污方式 将权力集中在身上 但是他只有剩下一条路 让他去走 那就是集中权力以后 不仅办大事 而是从事政治改革 那如果从事政治改革 那么习近平未来历史的工业 会超越 毛泽东 邓小平 如果他不走改革开放 那么像现在 就变成这么大的困境 所以2017年 我提出来了 到了2022年 刚才主持人所讲的 中共现在面临的状况 就是内外交迫 你看内部 清零以后 白子革命 然后内外交迫 经济发展 出很大的问题 去年是台湾的经济发展 那个竟然超越中国 那么美国为首的自由民主国家 他不给中国留余地 不管是津片战 或者是现在要检讨他 这个所谓最惠国待遇 正常贸易关系都要检讨 然后加上最近 一个气球而已 美国 带起全民的这种 对中共的反感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内外交迫之下 加上 那个普丁 群内乌克兰的结果 让中共自己也会看到 专制的这种弊病 专制的问题非常严重 他能不能打仗 这根本都有问题 甚至他如果对外战争 搞不好 共产党政权马上被推翻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带给习近平 有机会去反省 他只剩下一条路走 就是蒋经狗模式 那么蒋经狗模式 就是先启动自由化 虽然没有马上开放政权来竞争 但是至少要压制了松绑 然后规划 十年以后接班人 有机会 五年十年以后 有机会他接班人 进展民主化 中国稳健和平的变迁 我想如果有机会这样做 不仅是中国的创生 不会再动荡 台湾海峡的紧张也会解除 中国跟自由世界的冲突 也会迎论而解 这是我们看到 最近内外交迫之下 看到香港股市 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我们开始有起事的时候 我们发现 是不是启动了 中国有可能 新品有机会 走蒋经狗模式 我们应该大家去鼓励他 走这条模式 而且我相信 王滬林 他作为一个政治学界的研究者 他应该也知道这条路 所以我们希望中国走这条路 如果有机会走这条路的话 那么对于中国现在的这种动荡 或中国道路现在走不下去 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江泽民也好 胡锦涛也好 他们当时就有人看到 不走政治改革走不下去 包括当时的温家宝都讲说 不改革 不可能他一定要走改革 但是妥说而已 都没办法落实 这个时候 习近平有机会将权力 全部击中以后 他真的有机会走 蒋经狗模式 这是我们 很大的期待 我们希望中国稳健和平的变迁 我们希望全球自由民主国家 来给中国鼓励 来给中国建策 帮助中国走民主化 谢谢 好谢谢李教授 因为你等一下先离开 所以他再问一下你 那你认为习近平会不会选择 他根本不走政治改革 他跑去跟俄罗斯联手 然后跟这些威权国家 邪恶轴心国家联手来对抗 当然不无可能 但是我觉得机会很小 因为我现在看到 习近平他有可能 还会去想到 他喇叭是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还是很寄望 他回头去想一想 他喇叭当时是走改革开放路线的 所以如果他这段期间是收死的 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 产生的那个贪腐 然后将江泽民跟胡锦涛当时的混乱 因为所谓的九龙治水 七龙治水就有可能是七龙 大家互相摸背 然后集体贪污 这个时候他全力收拦以后 他本来想走 他最近又提出来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 那这个王沪领帮他设计这些部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我认为他们真的有机会 会做一些改变 虽然那个路线不可能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经验 可以提供他参考 但是台湾的经验 应该是最值得 最值得穿中国参考 所以包括制度设计 还有台湾的民主化变迁 加上独家文化的系统 有机会走民主化这一部分 都是可以提供给中国参考的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如果走回头路 那中国大陆的动荡是无法避免的 我相信如果他内外交迫之下 其实我现在感受到那种乐观 一世世的乐观 也是我今天在这个节目上 特别强调的 我突然又感觉到 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虽然这段期间长期以来 到去年到最近期间以前 大家都看到习近平不可能走主动改革了 但是现在又看到一点希望的 我们希望这样一个善意 这样一个期许能够实现 谢谢 好 谢谢李教授 不知道会不会太乐观 我是觉得好像也会觉得太乐观 请这个冯教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你说太乐观 我赞成你的意见 这个友谈兄突然 去跟这个谢金河那里 听到生平的一些话突然突发奇想 但这是一个很好的路子 很好的路子 但是习近平 以前温家宝他们可能还有机会 也有这种想法 习近平是个 我们以前已经谈过很多回 他的基本思路 他是个集团主义者 他就走回头路的 因为这里头如果跟蒋军国形成做比较的话 蒋军国走这样的转型 他没有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就是在三民主义里头 他有走完军政到训政到宪政 这么一个革命程序 然后三民主义 他本身就包括民主民权 他是通过 蒋家父子是通过这个建议 来去治理台湾几十年 他这个压力非常大 在疫情态上没有障碍 就是他本身是要还正一名的 他是有这么一个诺言 或者有一个契约在前 而共产党这种疫情态 除非说像刚才讲过 像温家宝或者胡选涛这些寒门子弟进来 他们家庭的背景 对于这个共产主义这种东西 将信将疑 他没有经定的那种 一定要不跟党国一起同归一进 但是习近平不一样 就我们印证已经十年了 这种期待 就包括陈平他们 在习近平上海之前 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设想 包括联合到他复兴 要对习近平将会温和 这种想法 那时候是新有何源的 也大家不知道他 不了解他是什么东东 但是这十年他是一个计算主义 伏必倒退 重敬个人崇拜 他是骨子里头 是一个计算主义者 他是要 而且这个认知 他的知识水平也很低了 这个认知水平也非常低 就是对这个政治 政治发展的整个了解 就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所以他的意识形态 是自己禁锢在中国五六十年代 培养起来的 武产纪革命接班人那种观念 再加上他红二代 是自己认为这个江山 一定要守下去 就是他把自己的一个定位 是一定要守这个江山 而且是认为共产党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所有的成就 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 那么如果这个经济是问题 怎么办 因为成就共产党领导得来的 所以加强党的领导 就是把这个私人经济 包括外企 派党 重敬党支部 重敬党的组织 当然受到很大抵制 但是他这个倒行逆施 这个他两届以来 在方方面面 刚才讲的所谓内交外患 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就是现在他的整个 大家把它称为是烂尾地 没有做成任何一件好事 包括刚才讲的反腐 他是一个把反腐 作为一个政治斗争 清除政敌的一个手段 他本身刚才除了讲的 一心态之上障碍 他没有这样的观念上 跟蒋经国不合比 然后再加上第二个东西 就是蒋经国是在他的病床上 知道不久一人是 他有个醒悟 是不是跟基督教有关系 这可能要问书大姐 但是他有一个醒悟 因为大家都非常 非常欣赏他最后讲的那句话 就是没有 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执政党 就是这个执政党 是终究要结束的 因为他一个醒悟 就是如果在那种人底下 当时因为跟美国 已经抛弃了国民党 赶出了这个灵活国 然后是民间 包括一个江南岸 有人要暗杀他 然后他整个一个醒悟 就是这种功底下 如果他霸王硬上功 把这个职务交给蒋家的人 会有血光之灾 就是不如他自己让位让传 然后是做一些特殊的安排 让他儿子出国 去当外事 当大使 新加坡别的地方去 做这个安排 为了他自身家族的安全 也有国民党的安全 也有台湾 两千几百万民众的安全 是一个大彻大物 做出来 而习近平刚才讲过 他是得罪了这么多人 这十年不管是在党内的 这种选择性反腐 是把他方面面都得罪光了 有些人用人去选不用的 都是他自己的人 选不用的都是他的马仔 从浙江 从福建调上来的 开罪党内的所有其他的派系 那些人对他是恨之日谷 就是他现在是根本不敢放权 他一放船 可能小命不保 所以他现在这个从他的利益障碍 跟蒋家也不一样 因为蒋家当然是他也有专制 当时也对社会 也有这个打压 但是他对党内 国民党党内那些人 那些有真正成动能力的那些人 没有像现在其实面临这种 那么多人要他的小命 要他的狗命 所以这个是他 他这种利益障碍 跟蒋经国也不合比 就是他现在造的这个局 是一个死局 跟蒋他是有退路的 就是他当时台湾的经济 相对而言做的也不错 而且蒋经国的亲民也是发自内心的 他有治累的一些社会的威望 在国民党党内 他也没有这种 你是我活的政敌 如果他丢掉船 会把蒋家心酸 后来当然也会看得出来 就是很容易跟这个社会党人和解 其这两边都没有 就是其这个从他的心胸 从他的价值理念 从他的知识结构 从他现在的这个氛围和他的伟人 哪怕中国有一天 也是我一起在携带的 中国有一个和平转型 这个机会不会是蒋经平 好 谢谢这个冯教授 我还记得 我记得有一件事 前一阵你才看那个上传的佛教 你知道那个上传的那个奔禅喇妈 就是上一次第十世的奔禅喇妈 他其实是跟这个习仲勋是好朋友 但是那个奔禅第十世呢 是被这个毛泽东打压了 那然后习仲勋也是 其实也是被毛泽东打压了 可是到后来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后 也没有看到他走他这个老爸的这个路线 所以我也不表乐观 好来我们请那个曾建元曾教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就接续了刚才那个主题 就是说如果以习近平现在他所处境来说 要延续共产党的政权 或者是延续他的权位呢 其实就是利用他现在手中绝对掌握的这些权力资源 那么做出啊 就创造他的新的政治正当性的基础 也就是做出呢 迎合民意 那么也能够让这个 这个反对派欢迎的这个政策 他要先呢 这个释放 这个一定的这个善意跟讯息 然后呢 让外界 那么开始啊 对他这个 中国的这个形势变化呢 有一定的期待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事啊造出来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呢 他才这个有事可为啊 那可是呢 我要讲的就是说 从习近平啊 这个呃 执政以来 再加上啊 他第三次连任啊 这个呃 虽然他都是用了这个被扣坏概念的啊 这个宪政 法治 民主啊 等等的概念呢 在啊 在粉饰啊 他的这个 呃 粉饰他的这个这个呃 这个政权啊 但是呢 我们看他的这个里面的这些含义呢 其实都和普世价值啊 那么全世界啊 这个一般常识性的啊 这个认识呢 差距很远啊 那所以呢 这个当然就令人令人会怀疑 就是说 在习近平的 这个思维的结构当中啊 在他的这个呃 红二代的这个基因当中啊 啊 到底 有没有啊 这个可能性啊 啊 他会 啊 理解啊 意识到啊 去拥抱啊 这个呃 他之前呢 岂不讲的 那些啊 啊 那些价值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地方啊 我们现在看不到 看不到任何的迹象 看不到任何的征兆啊 那反而是什么呢 反而是 哦 我们可以看到 他就是一个啊 不折不扣啊 标准的共产党啊 党国体制的一个绝目人 因为呢 从他执政以来啊 各种的这种失策啊 那么呃 从 呃 呃 呃 是经济啦 啊 或者是这个 呃 这个 内政啊 外交啊 两岸关系啊 不断在为自己树树敌啊 那 所以现在到了一个可以说啊 作困仇承啊 这样一个境 这样一个处境啊 那 所以要突破这个 呃 目前的这个状况呢 那么 我我认为了 呃 如果跟台湾经验来比较的话 那当然了 蒋经国也是在拥有绝对权威 权力资源的情况之下 那么啊 这个 运用他党国领袖的一个权威呢 去压制啊 党内的保守派力量啊 然后让那个 呃 当时民进党啊 这个建党啊 能够突破 还有很多自由化的措施啊 能够开展啊 这个 这个当然是蒋经国呢 有他的一定的 看来如刚才冯教授所讲的 这个三民主义的 这个 这个意识形态结构当中啊 本来就 有 有和这个 啊 这个西方的这个民主宪政制度啊 汇通啊 啊 这个 这个的一个成分 那再加上呢 蒋经国啊 他对于啊 他掌控下的国民党啊 这个 他有一定的信心啊 说实在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呢 啊 所以他在用人上 你可以看到啊 他也非常的 那哪怕是如此呢 他在用人上呢 啊 他也会考虑到啊 怎么样去 啊 这个平衡啊 啊 这个 呃 党内外啊 还有台湾跟台湾呢 这个民间啊 这个本土的社会啊 之间的关系啊 所以才会有这个 啊 李登辉啊 啊 确评重选啊 那 那么 可是呢 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点 就是说啊 当时蒋经国开展民主自由化啊 跟现在习近平相较起来的 那其实呢 也都是面临的国家啊 有一定的危机的情况之下呢 他要怎么样去突破啊 那个那个困境 当时蒋经国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就是这个 呃 他就任总统没有多久啊 就面临的这个啊 中 中美建交台美断交 这个在蒋经国的任内呢 台湾的当时的这个 呃 这个 国家的处境啊 啊 的确是 可能更胜于啊 退出 我想跟呃 蒋中正在任的时候 台湾退出联合国啊 当时啊 同样的啊 在那个 呃 国家处境是非常艰难的 啊 那可是呢 这个呃 面对啊 这个台湾啊 这个和中国大陆的 这个竞争当中呢 蒋经国啊 抓到一块 他 他的判断 他抓到一块服务啊 就是当时美国对台湾的啊 这个啊 在人群台湾关系法当中啊 对台湾人权啊 状况的一个 关怀 一种关注 而且呢 把它上升到 成为啊 美国对台湾进行协防的一个重要指标 所以呢 这个蒋经国啊 哪怕 呃 是半飞半救也好 或者是 他在内心深处啊 有这个 这个价值认同也好 他至少他做了一个 啊 这个正确的选择啊 所以呢 让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啊 啊 那么还有 这个啊 呃 能够让他度过这个啊 呃 当时台湾的国家的这个危机 那现在呢 习近平也同样面临的一个国家啊 这个党国啊 存续啊 的一个重大的危机 那么 现在对他 对他来讲 最大挑战啊 是美国啊 啊 那 所以呢 这个 呃 呃 外部 外部的这个压力 国际社会的这个压力呢 呢 这个 以像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国 跟当年台湾的小国啊 它的承受能力啊 我想是有一定的 呃 有一定的差距的 台湾是啊 必须要选择走 民主宪政人权的道路 他才能够维持啊 这个国民党的党国 当时的党国体制啊 维持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这个程序 可是啊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中共啊 还在做困兽之斗 啊 他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啊 咕咕搭搭的啊 还是纠缠不清啊 为什么呢 啊 因为他们 因为啊 这个中国 我出了状况 我们先站挺好 哦 好 这个 希望 他不会有问题啊 他在开车 中一边开车 一边讲 先请那个 小刚 那个 请 张小刚 小刚先 帮我们大家分析一下 好的 谢谢啊 其实刚才这个 冯老师和这个 曾老师都讲的一些 我想讲的地方啊 其实但是呢 就是说李老师讲的 这个可能性 就是习近平 您开始搞改革开放可能性 有没有 就是说 从理论上来讲 不是说没有啊 就是说在这个 世界历史范围上呢 也确实有这些 独裁者 这些极权者 在某种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然后开始进行 一些让步 对这个反对派 经常让步 这种事是发生的 但他有几个 潜力条件 其实刚才这个 这个冯老师和这个 曾老师也都提到了 比如说 这个蒋经国 就是一个例子 蒋经国确实在 他的情况下 他当时是一个 掌握 就是说有 这个相对 绝对潜力的 这么一个人物 但当时呢 他确实有很大的困境 那么包括刚才这个 这个 曾老师讲到的是 这个中美断交 这么这个台美断交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呢 这个江南案 江南案案杀 实际上是美国 已经抓到 就是这个 这个 蒋经国在幕后的 这么一个 把柄了 当然最后是推给 这个国安局长 来顶罪 但实际上 所以这个时候 他要失去美国的 支持 对他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 因为当时 台湾的处境 不管从经济上 还是军事上 他都必须要依靠美国 所以在这种 对他也是一个 压力不得 不要采取一些 就是说某种 让步的情况 有个改变 当然也有 这个冯老师前面讲 就是他的这个 从理念上来讲 就是他起码 明义的理念上 让人家讲 他是不能够 反对民主的 所以他走这个来 也没有一个困难 但是从 习近平这个个人来看 就是我们 对他这个过去 这个执政 十来年的 这个 这个过程来看呢 只讲对他个人 并不抱这个希望 因为他是一样 走着一个 相反的路 他也在 做的相反的 这种宣传 所以他如果不到 万不得已 不到这个 就是真正 那个生死的 这个关头的时候 很难想到 他会做这样的 让步 所以他是 现在 不断地在 这个做的集权 而且不断地 做这个反民主的宣传 而且不断地 在跟西方国家 民主世界 进行对抗 包括现在 他现在也是更多 包括现在 采取措施 这个前面 这个 蔡大姐提到的 这个蔡大姐提到的 他就是派人 要去 就是要跟 留学到 到俄罗斯 还等等 这样的一些 而且从他 现在采取的 很多措施 你也可以看到 比如前面 曾经西方上 讲的这个什么 供销社 什么食堂 国营食堂 等等 都是看到 回到毛泽东的时代 而且对他来讲 他确实把毛泽东时代 作为他的一个理想 时代 跟他父亲的那种 从文革得到的教训 刚刚相反 他父亲得到的这个教训 就是不能够 一言堂 而且要担心 如果这个 当权者 最高当权者 要一一搞独裁的话 压制言论的话 应该怎么样解决 而他呢 确实要搞什么 不能够 这个 这不能网易中央 就是不能够 他要压制结论 而且他现在 对民间 普遍的事情 就是这个 就是说 把这个 叫什么 这个 寻衅姿势 作为一个框 就是你任何 做任何事情 都给你框到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寻衅姿势里面 甚至你在家里边 跟几个朋友 开个会 这也叫做 寻衅姿势 来 就是压制一切的 这个言论 所以从他个人来讲 我是不抱着这个希望 就是他 在这个危机到来的时候 当然他的一个 最好的选择 就是在危机到来的时候 他选择对 这个民众的让步 对社会的 这个趋势的让步 但是呢 他很可能 走另外一个极端 比如说 他利用 对台湾的战争 来转移危机 爱国主义 来转移危机 这种可能性的 非常大 但是也不是说呢 在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框 就权力框架内 不会出现 就是说 对这个 对时代 对这个民众 对民主 让步的可能性 但可能不是他个人 相反 他现在好像 你看到他 现在 涨了全部权力 他的现在的这些 政治局的常委 都是他的人 但是这些人 往往都是小人 就这些人 都是就是按照 这个中国传统的话 都是宁臣 他们只是会说 这个皇帝爱听的话 但是这些人呢 叛变起来 也是最容易的人 因为他们只是 看他们自己的利益 所以在某种前提下 他们如果觉得 他们的这个 生命财产 会受到危险的时候 他们抛弃习近平 这种可能性 并不是说不可能 或者是 习近平哪天 死于非命了 我们可以看到 斯大林死的时候 斯大林死的时候 他那些州人 也都是他信任的人 他已经经过 几代的清洗了 但是这些人 你看出了赫鲁晓夫 而且还出了当时的 这个 这个叫什么名字 那个 就是他的这个 KGB的这个头 这个一下想不想的名字 当时他实际也有 就是他已经 也做出了 贝利亚 是贝利亚吗 对对对 他当时也做出了 就是他当时也想当 就是夺取这个最高权力 但是他也做出了一次 他如果夺取最高权力的话 他也要进行一些 开放 他已经开始 对一些被 这个斯大林镇压的 这些人呢 开始对他们进行 这个一些 这个 大赦了 就是类似这样的 一些做法 所以这种可能性 是存在的 但是对新型客人呢 我 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在那里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但现在呢 就是从另外一个来讲 确实现在中国 就中共吧 他政权 他确实也遇到 很大的危机 特别是 前面都讲了 习近平本身 大家认为说 他是中共的掘墓人 给他一个词 叫总加速师 用在加速 中共的这个 这个走向末日 因为他走的 都是倒行逆施的事情 已经被历史 被证明是走不通的东西 他要重新走一遍 那么现在呢 就造成了 中共也很多问题 现在包括经济上的问题 社会上的问题 这几天 前两天 就是说这个武汉 很多的民众 特别是老人家 到这个武汉政府 政府那个 在上街游行抗议 抗议这个政府呢 这个修改的 这个医保的这些措施 而政府之所以 做这么新保的措施 一方面 就是说这个政府 是在向老百姓那里拿钱 就把老百姓 所依靠的这个 就是新兴库 工作这么多年 但是他们能够 依赖的这种医保 把这钱拿掉 把这些本来 是有用的 就是非常就是 需要的这些药物 从医保上拿掉 那么从这个方面 一方面你可以说 这个政府的贪婪 但另一方面也证明 政府确实是非常拮据 手头没钱了 他要从这些地方挪钱 那么他现在这个 很多的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也包括中美贸易战 这个中美脱钩的 一些原因 所以他的经济呢 是很大的问题 很多的这个公司在倒闭 那么很多人呢 在失业 虽然他现在 会把数字说的很漂亮 但是其实真正生活在 中国国内老百姓 都看得很清楚 我在这个很多的微信群里边 一天多晚都看得这些 国内的这些 同学啊 朋友啊 都在抱怨这些事情 都这个 发现很厉害 那么同时呢 在中美关系上面 你看到美国现在 已经做出了一系列的措施 对中共 就是说 进行的这个 围堵 一方面是中共的 他自己做的 就都在贸易上面 他不遵守规则 在军运上面 都都逼人 他要 特别是习近平 已经放出这么多年的这个 这个 生 这个 这个 这种 这个 这种 这个意图了 就是要去 用武力 攻打台湾 那么 所以西方国家 民主社会 也在 经历防止 这个阻止 阻止中共的 这种 军事扩张 那么 这两天 包括今天 那么 这个美国 打下 这个 就是连续又打下 两个这个 气球 这也反映一种 我觉得这里边 有几个原因呢 在这里边 其中呢 就说 可能 这个中共 当时这个气球呢 具体原因我不知道 但是第一个气球 就第一个打下气球 这很明显 就是一个中共 军事方面有关的 那么说习近平 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不太相信 习近平不知道 但是有可能 就是说他 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正好在这个时候发生 可能以前也放过气球 没有被打下来 那么但是他 这个都现在被打下来 对他来讲 确实在压力上 就是说在中美 缓和这个关系上 他压力上的 他可能对他是一个不利的 但是从美国那个角度 现在其实我觉得 美国拜登政府 确实在利用这个气球事件 要团结美国这个舆论 对中共的这个态度 因为我们知道 在美国在历史上 是不断的有这种孤立主义的 就不愿意参与 这个国际上的事情 包括一次大战 包括二次大战 都是后来 像比如说 一次大战 是因为这个德国的潜艇 攻击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商队 然后这个商船 然后呢 二次大战是因为日本 袭击了这个珍珠港 那么现在呢 这个气球事件 就可以成为类似珍珠港事件 类似这个美国商船事件的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当时那个德国好像是有 要跟那个什么墨西哥 墨西哥说要墨西哥去攻打美国 等等这样的一些风声了 就是说一次大战 那么二次大战的这个 珍珠港事件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气球事件 可以被美国 被这个拜登政府利用来 作为类似这种事件 来团结美国 对中共的这种 就是这种警惕意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说习近平 习近平政权 确实遇到了内外交困的 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这种状况呢 也许打动不了习近平本人 但是呢 也未必不能够说 在将来某一个关键点上 会中共的有一些人 这个出来 做一种 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这个做出某种 这种我们意想不到的措施 因为在极权政权下 都可以有一点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极权政权下 所有事情都是不可预测的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这个是我对这个 现在的一个习近平政权的 可能的一个判断 OK 好 谢谢小康 我记得这个前两天 那个台湾的那个 这个曹新成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就讲 他就讲说 台湾的 台湾是没有办法 尤其台海 他说你是没有办法 不受控于强权的 他说你看 不管是哪一个 那个苏伊士运河 什么这几个交通要道 像台湾海峡 像这种交通要道 一定是强权必争之地 现在的强权是美国 美国不可能 让台湾海峡落入 对美国不友善的国家里面 反美的国家 他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就提醒台湾人 你自己要想清楚 就说你不靠美国 你难道要去靠中国吗 你靠中国了以后 美国到头来 还是会再打你的 还是要把这个地方 再裹走的 所以他用这个来呼吁 我也记得我当初 我在跑新闻的时候 因为中美贸易战 那时候我最早的时候 其实台湾有经过 因为台湾在经济发展之后 美国就开始有一些贸易的要求 要求你不可以用防袋的 不可以用什么各种的要求 那时候台湾的态度 跟中国绝对不一样 台湾是什么你一说一 我一定OK 因为台湾是不会去 不要讲说 这个美国的要求有道理 这个是国际的秩序 美国的要求有道理 另外就是说台湾确实是 你讲理 他是很听话 你在美国来看的话 他起码是很听话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 找新闻的时候 美国说一 我们台湾是绝对不说二的 你自己去产业升级 你这个地方你就移转 那么多台湾人 台湾厂商就移到中国大陆去 或是移到东南亚 其他的国家去生产 所以会有这种情形 但是我们看了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中国从来不让步 所以我那时候看了吓一跳 中国哪来的底气 他觉得他这真的很强了 那你再说为什么我认为习近平即使走 这个蒋经国路线 我觉得经济上面已经没救了 就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他那个气球被抓到 他有道歉吗 没有啊 要是蒋经国的时候 蒋经国早就道歉了 蒋经国绝对不会像习近平这样子 对美国这么不讲理 然后又怕到 然后全部还跟美国在那边 那个完全不讲理 美国的要求 你就说贸易战的这个要求有错吗 老实说没有错 这是国际秩序 先进的思维 所以我认为 而且最重要 我觉得真的人权的观念 你说蒋经国的人权观念 因为不管怎么样 虽然专制 他表面上他因为跟美国关系的缘故 他也知道美国很重视人权了 所以他在观念里面 他不敢去踩这个红线 表面私底下 你就说江海岸 私底下 美国可能也知道他干 但是他表面上不管怎么样 他还要装一下 习近平根本不装 你就说那么多人被抓 美国抗议多少 他有在听吗 从西藏问题到维吾尔的问题 他从来也没在听 因为我们还有时间 请继续大家再多发表一点 李教授他现在没有开 李教授如果有要补充的 就随时打开你麦克风 或者是让我知道 那冯教授是不是 先来给我们补充补充 是 现在我就顺着说 大家刚才最后讲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讲过 就再强调一下 就是这个价值观 就个人的选择 这跟价值观 紧密相连 就是习近平从根子里头 是跟人说民主作对 就现在他跟美国打贸易战 跟美国民主世界作对 都发自内心 记得我们在 我先有没有讲过 在2012年12月刚上台的时候 刚刚接上班他到一个所谓新南巡讲话 到深圳去讲那番话 就讲这个苏联这么大的一个党 哗啦啦一下就倒了 更无疑人是男儿 没有人起来反抗 然后苏联的这个这个华台 还究竟为这个信仰上师 理念上师 所以他上来以后的做法 当然印证他的整个想法 当时我们我就在北京 也跟那个一些既有界的朋友 在会议论这个事 当时是这个杜岛正老人 专门把这个稿子答应出来 二十七月 我才带话出来 讲这个话 习近平是带着体温说的 就不是一个官话 就是他内心世界 他就这样想的 就这么个人 所以这个这个是 他是发自内心 他的整个价值体系里头 他就是一个反民主 反自由 反信政的一个人 为什么后来这个到 2013年4月份的那个 那个九号文件通过中办发出来 那就是他手下记录他的言论 把他整理出来一个东西 就是公开的宣布 以普世价值为敌 因为大家记得在 在胡文晚期 特别叫温家宝 在强调人类共同价值 最近他不用普世纪的概念 但是当时的中国的 这个非常强大的信众思潮 松集底下 温家宝是要呼吁党内回应 做政治改革的 但是胡锦涛没这个兴趣 就是他说不折腾 也没有力量来推 但是他起码不会在理念上 公开跟普世价值叫板开战 而习上来以后 就是公开跟这个原来的 整个话语系统 就是人权普世价值信政 是公开把它弄了西部奖 把它压下来 所以他是一贯之的 而且他 我想他最大的罪 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 积累起来的公民社会 我们知道当时 维船历史也好 这个非政府组织也好 当时的维船运动也好 是有一定的组织化程度 是不然状况 当时就说维稳跟维船对峙 所以当时进行的那个局 是如果是习近平 有一点点的民主自由理念 你要往那边偏 那时候他要做掌心果 大把时机大把机会 而且会成就他的意识功名 可是他是选的是涉体的 阵风声队相反的方向 就是他这个 十年 全部都是倒行历史 如果说他真正走向 选的顶峰 那是2017年 十九大 他就是已经走上顶峰了 就是那时候的这个 这个整个整个 会把宪法都改掉 也许那时候已经 已经掌握所有的传令 如果说他第一届 花工夫来收拳 过了一届五年 他已经完全达到目标 如果说他真有理念改 那之后他就改 我是他这个过完之后 他只想一门子兴师 后面的第二任 就完全就是为了 为了二十大连任 什么东西 所有谁 这个进人杀人 进佛杀佛 就是他就要 就打这个目标过来 就是他就从心底里头 这个人是 如果用社会上的话 就坏透了 就是从这个理念上讲 他是完全跟人类的 普世价值 这个信征民主 这个是相对立的 既然他讲那个 做那个随意清明的形象 一个是 虚伪 作假 另外是无知 他就把共产党 你看到处 他跟民众去别人讲话 他就把共产党 对人类 对整个民众的这种 这种高度控制 和奴役 藏人 我一心都在想着 定记着你们 要为你们造福 他是把这种奴役 说成造福 就完全这奥威尔比下的 那种新语 完全他讲出来的话 完全相反 就反映他内心 对整个这些观念 包括共产党专制 对社会带来的 这个赵德烈 他在他那个犯断里 有个传是 功级功劳 所以他是这个 黄望野心 加上他的无知 造成了他现在 这么一个 精神状态 所以是个 中国要真走 往心走的话 习近平本人 是最大的障碍 也就跟刚才 周一都讲过的 就是 如果有 中共有机会 成为一个 民主改革的 动力的话 他们做的第一步 就是 抛弃习近平 唾弃习近平 就是 从里面 杀出一条血路来 改寻一则 整个路线的 一个转变 这个转变 是以否定习近平为新体 好 谢谢 冯教授 我也非常同意 因为你有吃过 你比如说 动态清零的 这个上海 被封控的 烤回台湾的那些人 我觉得他会再相信 习近平吗 会 会不会再相信 共产党 都画一个问号 还有那些 外资 那些外资 他不是到 这个外资都是 有利可图 他不是到最后 他已经怎么讲 已经伤透了心了 已经没路可走了 他不会撤资的 如果真的有市场 在那边走 那一定是他 我晓得马云 他还敢不敢 再相信习近平 那马云如果 现在共产党 如果还保留习近平 还跟他招手 还敢回去 好好的在 我不知道 我怀疑了 那这些特殊的外资 难道真的 习近平真的改过来 说好 我现在要政治开放 那这些人就敢 真的再回去投资吗 我是怀疑了 那那个小刚 你怎么看 做补充一下 好像好像那个什么 武汉的那个 好像最新的消息 已经开始有人被约谈了 是不是 是 其实 这个 中共呢 就是对于任何 他在他的这个统治之下 任何 就是跟他不同调的 这些行为 他都要去进行镇压 只不过可能 他会 实际上 他会 这个 选择一下 包括前面 那个白纸运动 白纸运动 我们确实看到 在当时呢 好像是现场 没有发生这个镇压 但是最后面 他们都会进行 这个打击报复 这个是肯定的 而且就是说 刚才 特别 刚才这个 苏大爷也提到一点 就是说 中共对 很多事情都没有道歉 其实我觉得 它不是很多事情 它对所有事情 都不会道歉 这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 极权统治的一个特征 它跟那个 皇权统治的时候 还有点区别 皇权统治的时候 我们还看到 这个皇帝下 这个罪己招 但是这个 极权统治 因为他们极权统治 它必须 它的这个 统治的合法性 必须是在于 它的这个领导人 就是最高统帅 最高领导人 是不会出错的 它像神一样存在的 所有东西都正确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没有 从希特勒也好 斯大林也好 毛泽东也好 金日成也好 你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任何一个人 愿意公开去做这个 这个道歉的 我 这个毛泽东 他私下 或者某种产 和他做过一些认错 是迫不得已 因为在当时 搞了大跃进 搞了什么 然后呢 这个由 由这个刘少奇 这些出面 他在私下 但是他 做了这种 私下的这种 这种 这种什么以后呢 他千方百计 把当时迫使他 不得不做成这种 或者是对比之下 让他不得不做成这种 错误 这种认错的这种人呢 包括刘少奇 这些人要打到 十八层地狱 所以你看他就本质上 他不会认错 他要认错 一定要把这个责任 拖到别人身上 包括 四人帮倒台以后 中共也是说 他不会对他 以前的东西 做一个道歉 但他会说 这个责任不在他 是在什么 篡党夺权的那些 江青啊 四人帮的身上 所以他说 我们还伟大的 我们伟大之所以伟大 我们跟自己 就有错误 但是他本人 是没有错误的 习近平也是这样 他只要一认错 不管什么情况 他一认错 就证明他不是 绝对正确 不是这个 永远伟大 也就是说 他是可以被替代的 对他来讲 这是致命的 所以他不可能 这个去认错 他如果认错的话 必须是 别的人把他给推翻了 就像刚才 这个冯老师讲的 必须有人 抛弃了习近平 那么这个时候 错误会在习近平身上 这个当然也是说的 这个中共 有没有一个 这种机会 就是说 他主动地 去改革的话呢 那也就是说他党内的矛盾 确实存在 很多人确实觉得 他们已经不可能 就是生存不下去了 必须要改变的时候 他们可能要把这个最高统治者 或者把某些人 抛弃出来 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台海的问题的时候呢 就是说提到这个 这个曹星成讲的一些话 关于台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站在哪边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台湾是没有选择的 因为在中共的统治的这个大陆情况下呢 中共是一定要吞并台湾的 要控制台湾的 而且他控制以后的台湾是不能乱说乱动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像香港一样 香港之所以后来要有国安法 就是他觉得中共觉得香港在乱说乱动 因为我们这个话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们在中国大陆文革中上出来的 大家非常熟悉 就是对自己敌人不能乱说乱动 当然一般老百姓也不能乱说乱动 那么台湾也是一样 台湾中共一定控制了以后 不会有言论自由 不要因为你是某个党或者某个人 你还有这选举机会的特首 那时候的特首必然是中共属意的 他同意他愿意让你当任的 才能够当任 所以你那时候没有一个自由的权利 所以对于台湾来讲 选择大陆就选择失去自由 就是选择集中营 劳教营 所以他只有依靠美国 但是呢 如果说以美论 其实呢 老实说我在过去多少年 我其实也有个以美论 以美什么呢 就是担心美国抛弃台湾 就像美国在当时这个杜鲁门时代 曾经宣布过南朝鲜 台湾都不在他的这个这个协防范围之内 后来这朝鲜战争爆发 中共就是这个共产党侵入南方以后 美国才收回这个政策 重新去协防台湾 所以现在现在可以看到 乌克兰战争可以看到 美国有这个决心去保护台湾 而且可能比乌克兰这个战争更近一步 就可能因为拜登讲过几次 所以呢这个情况下 台湾只有仅仅的依靠美国跟国际民主社会保持一致 才能够保护自己的自由 这个情况下不是说选择谁的问题 是你要不要自由的问题 好谢谢小刚 我们时间也到了 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 大家都有一致的想法 就是希望这个中共政权早一点能够垮台 如果中共政权有改革的意愿 不想垮台的话 那他第一要先赶快抛弃习近平 谢谢大家收看 喜欢我们的频道的 请点赞订阅转发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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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